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农村一种很常见的植物 你看就是这个 相信很多农村的朋友都不陌生 因为这个植物在田间地头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 但估计很少人能够叫得出它的名字 它寻名叫茴茴蒜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特别呢 茴茴蒜是茅根科、茅根鼠、一年生草本植物 猪高在15到50厘米 你看这是它的果实 是不是很像杨梅 所以呢也称之为水杨梅 叶片呢是波浪状的 有点类似艾草的叶子 这是它的根部 根系啊很多 所以呢喜欢长在湿润潮湿的地方 殷奇节的果实啊味道辛辣 所以呢别名也叫水胡椒、蝎胡草 在食物本草中说 茴茴蒜呢在灾欢年间啊是人们很珍惜的救济野菜 在植物迷食土考中说了茴茴蒜啊名字的由来 在元明时期啊 茴茴蒜加很多植物的食用方法呢引致中原 都以茴茴命名 因其果实辛辣 可以用来捣烂调菜用 顾名茴茴蒜 对于我们而言 很多不起眼的植物啊 都有一段和人类相关的历史 对于植物而言呢 有些花虽然很卑微的开着 却丝毫不影响他们拥有自己的春天 茴茴蒜啊还是一位很好的中药材 它夏季采收 常鲜用或晒干用 号称消炎神器 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茴茴蒜的其他价值吗 可以评论区留言探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